画面中,正在为患者把脉的医生叫刘芳,他是加拿大不列颠伦比亚省的注册中医师,具有二十多年海外植医经验,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设立后,刘芳选择回到广西发展。近日,记者走进刘芳,了解他与中医的不了情。 1983年大学毕业的刘芳,一直有将中医金方发扬光大的梦想。1988年,刘芳赴加拿大访学,在推行中医时,他遭遇了很大的困难。 刘芳介绍,当时,海外对于中医是缺乏认知的,在海外主要看的是疗效,只有效果好了,患者才能接受。 中医要主要是靠疗效,因为你不同的文化,他还没办法跟他讲很多中医文化和中国文化,就是什么阴阳五行理论,你有效果就行,临床的效果你有了,就会有病人来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中医逐渐走向国际化,2018年10月1日,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。 刘芳在外闯荡的20多年时间,也让他成为了中医走向国际化的见证者。 我在加拿大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,我都待过,一直在做着中医的本行,接受度已经比以前高多了,以前就是指我当年出去嘛,要是80年代末出去。 那时候接受度还没有今天这么高。 像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,它有很多各种族医的,都知道中医,他们都知道针灸啊,中药啊,推拿啊,变化是巨大的。 如今,随着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设立,刘芳也从海外回到广西,带着青年中医看诊。 她表示,希望通过以身带教的方式,将中医术传承下去。 那么这个海外中医跟回归到中国来,回归祖国,这个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,这对中医要走出去和请进来,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。 是非常有益的,应该是有跟不同的国家,不同的族医,甚至不同的文化的医学,做一个交流。